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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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子园就在附近 小庞在出发前才第一次背着竹篮子上路 工作先生这一次也跟在后面 愿意地守护着他们俩 两个小家伙这次要去的是离田地不远的一座农场 那里就可以捡栗子了 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农场了 没想到 农场竟然出现一只凶热的大狗 大狗突然开始狂吠 小庞因为害怕 根本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结果 加米兹竟然自己先跑了过去 只剩小庞独自被留在原地 这时候 这时候 小庞 小庞 你在做什么 他 竟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вид你 总算是胜利通过了 就这样两个小家伙抵达了农场 公泽先生事先已经取得农场主缘的时刻 也帮小鹏付了入园费 小鹏和詹姆斯来到了粒子园 当然也已经事先告知其他游客 两个小家伙要来的事 好 小鹏也要开始捡粒子了 但是他到底会不会使用夹子呢 结果 小鹏看起来干净十足 他拉着詹姆斯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中 开始寻找粒子 可是 粒子园的地上掉落了很多空的秋果 两个小家伙好像有点更不难行 就在这时候 小鹏找到了一个好大的粒子 可是他能用夹子顺利把粒子捡到篮子里吗 掉到外头去了啦 好 这次要好好捡 好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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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鹏成功地把粒子丢到竹篮子里了 小鹏成功地把粒子丢到竹篮子里了 不愧是小龐 之后他又剪了不少例子 其实小龐忘了这天的任务 事前已经和龚泽先生进行过夹子的使用练习 小龐剪到了很多例子 可是 小龐看到的是 原来一般来说剪例子都会把球果给去掉 只把里面的坚果带回去 不过这对小龐来说是个大难题 因为龚泽先生根本没有教过他 小龐决定把辛苦捡来的栗子全部从篮子里面倒出来 然后一一把外壳给剥掉 可是 其他游客都是用鞋底踩住外壳 然后把栗子给夹出来 但是小龐他 没有穿鞋子 到底他要如何把栗子给夹出来呢 小龐究竟要怎么做呢 好嗎? 这一次他决定要用手 但是小鹏不放弃 想尽办法要把外壳拨开 小鹏竟然跳进竹篮子里 然后借由套越的力道想要把外壳压扁 原来如此 这样脚底板就不会痛了 最后他成功的 利用竹篮子把外壳拨开了 小鹏爬了起来 再度跳进竹篮子里 继续努力的跳跃 小鹏好像很乐在其中 小鹏就在这时候 超过刺到了他的头 小鹏 小鹏 你没事吧 太好了 看来好像没什么大碍 好了 把去掉外壳的栗子全部放到竹篮子里面 请看 小鹏捡到了这么多的栗子呢 真是大丰收啊 小鹏 詹姆斯 辛苦了